哈囉 各位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艾爾 今天的影片要來開箱 這個是 SHIN 的包裹 所以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服裝購玩 玩 玩 網站買的一些服裝單品 那關於這個網站呢 其實網上對他的評價算是褒貶不一 有人說這裡很便宜 然後很好買可以挖到寶 那有人說呢就是他買過很多 然後狂踩雷 那到底這個網站好不好買呢 我其實對這個網站其實也蠻好奇 我很早的時候去看過他的廣告 那我就想說好 那就趁前陣子換季嘛 然後想說趁著換季的時候 買進一些單品 然後順便來跟大家分享我在這個網站上面購物的一些 購物的經驗 那順便看看這個網站上面他的單品呢 到底真的都是雷嗎 還是真的有好貨 先說我這次沒有買很多 原因是因為呢 我上去看的時候很多衣服呢 的價位已經調漲到就是一般的價位 再不然就是他出清onsell的東西呢 就是都不是我喜歡的風格 所以呢其實我就 大概的買了幾件 就我有買到的單品來跟大家分享 我這次的購物經驗到底如何 那現在他在逛FB的時候呢 一定或多或少都會看到類似 這樣子的鑲嵌型廣告 通常他是根據你平常會瀏覽的 產品或者是網頁的類型來向你做推送的 那其實平常呢我都算是比較不以為意 因為在FB上面其實算是 蠻常見的 而且以現在電商來說 FB還是一個蠻重要的平台 所以你在上面或多或少就是會看到 各種類型的廣告 所以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SHIN這個網站呢 雖然算是我看到目前我覺得 廣告打最熊的 幾乎每次打開網站 有十次八次都會是他們家的餐廳 就在我的網頁瀏覽區的下面 那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家的網站打開大概就是 這樣子類型的 看起來好像是 都還算蠻有規模的 就是不是那種很陽春的版面 跟賣場的設置 就功能啊等等的都算是還蠻齊全的 他們的照片呢也都是採用外國model 整體看起來呢實感還不錯 像最上面這邊呢 他會上就是近期的 就是活動的bar這樣 一點點就可以一目瞭然說 欸他最近是什麼活動 再來就是他非常平常的在送折扣 服裝部分呢主要分成 男生女生還有童裝三區 再把它點開裡面又會再去細分 像是on sale或者是new arrive等等的 總之呢就看到這裡 你會知道它是一個 算是還蠻成熟的購物型網站 好那說完了 現在呢我就是要來開箱這一包 那以前的寄件呢 聽說都是從大陸就是直接寄 然後我這一次有看 他這邊呢 寄件的地方呢 他是從桃園寄過來的 但是我覺得應該貨品還是大陸 我那時候記得我接到客服的警貨 他說衣服從海關過來的 所以他們應該只是把轉運站 或是倉庫設立在台旁邊 沒有很多 這邊就只有三件 其實我原本還要買一條褲子 但是那條褲子 他後來打電話給我跟我說 欸他學會 可是我明明買的時候 他上面就顯示有貨 所以 I don't know 第一件呢是這個 類似牛仔 牛仔襯衫 然後他們家包裝呢 他們都是這種夾鏈帶型的 就是還OK 然後上面就是會印著 shim 欸他打開他不是牛仔褲欸 他只是做得很像牛仔褲 其實我覺得這個有點像睡衣 怎麼會這樣就是他 你們看他的料子 長這樣 然後我買這個尺寸是M號 但是現在目測感覺他 有點大 他這邊寫說他是百分之百全綿 但是他摸上去明明就不是綿 他有點像是那種 鋸子纖維 先帶一套給你們看 我現在目測呢是沒有什麼線頭 他穿起來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樣給你們看 大概是到我的屁股 就是有點偏長 像這個的話我可能就不會這樣子 就是直接這樣穿 我可能就是會把它捲起來 整體的感覺可能就會是這樣 其實還OK 然後他穿起來的感覺也還算是舒服的 只是他這個布料看起來真的有一點像就是睡衣 然後他這個旁邊這個白色的縫車線呢 他應該想要模仿現在韓版很流行那種 出現的白色的車縫線 製造出一種就是那種集合感的那種感覺 但這個呢他就是沒有模仿的很到位 再來就是他像他這邊 他這個線呢他縫在這邊也是蠻奇怪的 實際拿到手我覺得就是 跟我想像有一點落差 但是我還在我配接手範圍裡面 下一件是這個 我買了一件長袖 他比我想像中的厚耶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在網站上看的時候 把圖片放在這個地方 我以為他是薄款的 他的布料呢其實是偏硬挺一些些的 然後可以給你們看一下他的織紋 其實還算是工整吧 因為像這種如果有一些做得很粗糙的話 你會發現他的螺紋這邊呢可能會跑掉 就很醜 這一件我也是買M號的 我來套一下 很隨性耶 可是 這個很滑稽 你看我 他的這個頭 天啊我頭太大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手 手腕的地方呢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非常順的就是收針 然後他就是那種大象灰 所以他整個感覺呢就會是這個樣子 這邊呢是你可以去調整他的高度 但是他其實這邊做的也蠻短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就算不折 你直接這樣子 然後讓他有一點點就是跟著你下核線 這一條 我覺得可以修臉耶 如果你臉很大的話 這個放下來反而會讓你的臉看起來整個輪廓會出現 因為像有些毛衣 他這個會做得非常的長 甚至你可以拉到這裡 那那個你就可能要折 但他這個做得很短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剛剛好 然後他可以修飾你這一條 所以你看起來臉就會變小 這一件我覺得不錯耶 就是算是蠻超值 這一件我才買 313 相比而言我會更喜歡這一件 下一件 這個呢是我今年夏天一直很想要買 但是我一直沒有看到喜歡的 那時候剛好看到他們家有賣 然後算是選擇還蠻多的 然後我就買了 五嶺的背型啦 他的版型是我喜歡的版型 因為可能健身的人變多了你知道嗎 很多男生這種背型呢 他是開到就是胸口以下的地方 但是我就是沒有那麼好身材 所以我沒有辦法就是 穿開那麼低的 他剛好就是在你的這個腋下多一點點而已 所以算是還蠻安全 就是像我這種就是沒有什麼身材的人的話 平常也是可以穿 然後也不會太害羞 這一件呢我也是買M號 對他整體就是非常的簡約 然後非常的簡單的一件就是背型 他是綿的全綿的 摸上去他的觸感呢算是還不錯 剛剛有稍微認真的看了一下他這邊 就是印花的地方 運送途中呢可能就是有一些壓到了 然後他那個壓痕現在都弄在上面 不知道就是之後洗一洗之後他會不會比較好 一樣就是我現在看就是車線的地方 他們也是沒有線頭 這個就算了啦 這在裡面我覺得還好 喔有啦 這邊有一點點就是線頭 就這邊 還可以啦 就算你現在去買一些快時尚的店 衣服也不可能就是完全沒有線頭 所以我就覺得還OK 哈囉 整個感覺是好看的 我最在意的這個 他真的也就是在 頁下多出來一點點而已 我會太害羞 他整體的剪台呢跟板型 不是修正款的 他有一點點寬鬆 但是呢他不會就是鬆到太誇張 該有的線條他還是有出來 那如果你本身是有一點在健身啊 穿他應該會蠻好看的 我覺得這件還不錯耶 這件我還蠻喜歡的 接下來我還有在他們家買一個單品 是一條皮帶 這個皮帶也是 超便宜的 所以我覺得這條皮帶才100多塊 通常像這種皮帶應該都是壞的蠻壞的 只是我覺得他造型還不錯 他這個摸上去呢就是 跟我們一般在夜市買的那種差不多 你看他的頭是這樣 裝環 然後是金色的 蠻好搭的黑金配這樣 然後他後面呢其實也是非常簡單 好這個我可以圍給你們看 然後你就是穿過去 有一個這個地方 然後你就是把它穿過去 用這個去扣住你要的地方 欸其實蠻好看的耶 算是蠻優雅的 因為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都開完了啦 現在來跟大家總結一下 我這次買的一些經驗 還有我直接開箱之後呢 我到目前為止的心得 首先我先來分享一下 我覺得他們家的優點是什麼 第一我覺得他算是比較像是那種 他會把商品做分類的淘寶型網站 就是你找單品可以非常的快速 就我們通常看網站我們可能就是直接看說 欸我想要看上衣 或我想看外套 想要看什麼 就根據單品去的分類去找 但是他們家有一個很特別就是 他們可以根據你想要的折數 再去做篩選 你想要看他的折扣 趴數在幾趴到幾趴之間的 你也可以再去做篩選 幫助你找到最便宜的 或最符合你心目中 就是理想的那個 預算裡面的衣服 直接顯現給你看 所以我覺得算是一個 蠻快速方便省持的一個功能 第二呢就是他們經常有活動 所以他們不斷的都會推出新的活動 網站上面不定時會有時候買899 或者是買1299 或是買多少 不同的門檻或設置不同的折扣碼給你 有時候他會給你就是 折數 可能就是這樣子的價錢 你可以打95折或9折 那或者是他會直接告訴你說 欸這樣的價格 你也可以直接折100 或者是折80 就是他會給你不同的選擇 然後你根據你想要的就是 回饋方式去挑選你要輸入的折扣碼 那第三呢其實我剛剛前面已經講了 就是他免運門檻算是蠻低的 有一些網拍他們的網站可能都要到899 或者是699 就是不要去跟那些就是很小很小的比 大家現在知道現在常看到那幾個品牌 其實他們都算是偏高的 對如果說你是一個很care運費的人的話 其實可以去參考看看他們家的衣服 因為你隨便買個兩件就達到免運門檻了 算是蠻容易入手的 好那接下來我要講的是他們家缺點的部分 我以男裝來說我覺得男裝的款式呢偏少 重複率有點高 再來呢就是我不是很喜歡他們家男裝的風格 因為他們都是蠻花俏的 然後比較 我覺得比較屁孩 因為他們很多像他們家襯衫或什麼 他們上面都很喜歡印logo或什麼 但我就是想找一件好看的素色襯衫 我真的找不到 再來就是我發現他們重複率非常高 就是你可能在這邊看到這件衣服 然後你在後面幾頁你會發現 欸他就是又有一樣的或類似款 然後不同的顏色 會增加我就是要瀏覽很多頁的那個困擾 第二呢就是我個人是 我個人啦是不喜歡他們家的設計款式 因為我覺得他們設計的款式 其實都算是蠻粗糙的 那當然他因為他的成本可能也不高 我個人就會建議你如果要在他們家網站買 男生的話可以挑一些簡單款的基本款 我個人是從衣服的版型跟剪裁來做挑選 那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缺點三就是他們家的特價品呢 其實好貨我覺得不多 因為我那時候逛了一下 他在onsell的頁面大概有將近20頁 可是他我真的買下來的東西 就只有這樣而已 你可能覺得欸稍微還可以了 他的size全部都被挑光光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挑好貨的話 你就可能要持續follow他 真的要買的話 你其實可以看一下就是新品啊 或者是一些正常價格的產品 但是我要講就是他們正常價格的產品 他其實是沒有便宜到的 這是我等一下要講的 我覺得如果真的不喜歡就不要硬買 因為有些人他會有那種價格迷思 覺得喔這個很便宜很便宜 然後我就要買 因為像那些襯衫 我其實也有一點硬買的意思 但是買回來之後 確實他就是我覺得很收手 大家會以為他們家的產品其實很便宜 價格很可愛 我一開始就這樣以為 但後來我真的逛了之後 我就發現其實沒有 因為他很多新品啊 包括一些就是正常販售的產品 他的價格呢其實都是蠻高的 甚至有些是比一般的就是購物網站再高一點的 你會覺得他很便宜的原因 是因為他把那些就是on sale的產品 然後的折扣打的比較低 然後放在前面 你就會覺得哇賽 為什麼這家產品都這麼便宜 但其實你真的進去看 特價產品都不好看 然後只有常態性的產品 有些還能看 但是價格就沒有很低了 第四個缺點就是他們的材質呢 其實都算一般 一樣就是我覺得 就是買不買到好貨 就是可能就是憑運氣 因為像我剛剛前面有講的 就是我買那件毛衣 我就覺得還OK 那目前他們是都還沒有下水過 所以我也不知道 就是洗完之後會不會變形 但是 就以現在第一印象來看的話 是還OK的 像襯衫那個 我就覺得 一直吐槽襯衫 他就是 穿上去是舒服的啦 但是你摸上去會覺得那個臉 就是材質 有一點廉價 他就是一個很看運氣的一個網站啦 總的來說就是這樣 好 我現在來總結 我覺得這個網站呢 比起我之前在 可能 買之前我可能上網查 很多人給他評價都非常差 就說他們家的材質很爛啊 然後 圖文不符啊 等等的 但是我個人目前呢 我是覺得 我會給蠻中等的分數 因為還是有不錯的 但是這個前提是必須建立在就是 運氣 真的是在淘寶 像我的四馬懷 這些單品 我個人是覺得都還算OK 因為我買的數量也沒有到很多 起碼我這次買 是用那件襯衫 我覺得就是 收手 其他的我都覺得還算可以接受 那你問我 還會不會再去這個網站上面消費呢 假設我 下次有看到有興趣的單品 那剛好有貨的話 如果價格也便宜 我可能才會去買 但平常不會主動想要再去逛 再來就是回顧一下就是 郵寄時間 其實我覺得算是蠻快的 他基本上是 一個禮拜左右他就會到了 那可能比淘寶再更快一些些 好啦那就是我這次在SHIN這個網站上面呢 買回來的就是 服裝開箱 有史以來就是可能是 大家看過最少的單品的 服裝開箱 但是主要就是直接想跟大家分享 這個購物的經驗 然後也提供一個經驗給大家參考 在上面買 是不是真的都是雷 我個人是覺得不見得 就是運氣 覺得還是有不錯的單品 所以如果你剛好今天看到他們家廣告 然後那個單品你喜歡 然後再來它的價格 又是你可以接受 接受的話我覺得你可以給它一次機會 但是我覺得就是可能不需要平常不用特別去逛 這是我個人的episode 對那提供給大家參考 好啦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就幫我按讚加分享 如果還沒有訂閱我的朋友呢 也記得幫我按一下下面的訂閱 然後記得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問題呢 也歡迎你們留言告訴我 那我是艾爾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